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人生庚序丁亥甲城 这个八字他是在说 有没有援局好 但是大运不行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就是因为 他的这个八字的排列组合 我们假如来看的话 你看天干 金生水生木 很不错 他的地支 土 生金生水 所以其实他天干地支 他的一个状况 其实都是一种连续相生 很好的情况 他就是 就在那边讲说 那是不是我的大运走的不好 所以我才会感觉到不好 各位 我们假如把他的大运再带进来 你会发现到 就土生金生水生木 一样很好 那地支再加重他的金也是很不错 各位 这个就是什么 他其实 他就是在问说 他的一个感情运 他其实各方面都很好 唯独感情运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各位 他在问的时候是在庚子年 这时候你去看庚子年 还有他的前一年 几亥年 他的地支就是都是走官运 我们就会知道说 流年走什么运 他就要注意那一部分 因为那一部分就会是他比较弱的 所以各位 这个八字 本身他的一个五行排列组合 他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五行排列组合没有问题来讲的话 各位 你别忘了 八字不是你五行排列组合完就没事了 他还有会变动的地方 也就是他的流年 而流年的一个变化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他在这两年 就是几亥年跟庚子年的时候 他所走的就是他的一个所谓的官运 地支、亥水跟止血都是他的官运 所以他在这两年的时候 在官运的部分 他就要特别特别注意 不然的话 他就很容易在这方面会摔跤 否则以他的这个八字 其实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八字 在官运的一个部分 来的都不错嘛 然后财运的部分也是不错 但是这个八字来讲 他就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他地支的身 他地支的身不能受伤 一旦他地支的身要是受伤的话 各位 他就会直接变成土克水 他的一个官运 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 身要让他受伤 那就很简单的 一个是 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是他自己出现在流年也可以 所以 所以这两个是他在官运上要特别特别去注意的几年 这个八字其实走的算是非常的不错 不管是他的一个八字 或者是这个大运 没有很差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感觉差呢 因为我们常常讲的 流年走什么运 他就要注意什么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